嘿嘿 又得到了三十个钻石 妮妮 说好了 这十个钻石是给你的酬了 哇 谢谢薯片 明天我们还要继续吗 嘿嘿 当然 明天我们继续 哼 没想到薯片竟然会这么无耻 等等好心用钻石来激励她 她不努力也就算了 没想到她竟然跟妮妮一起串动好 合伙拼等等的钻石 等等要是知道了会有多伤心呢 薯片再见 我先回去呢 明天我们在老地方相遇哦 好 明天见 哼 明天还来 不行 我要去阻止他们 嘿嘿 今天好开心啊 不会吹灰之力 就得到了十颗钻石 小姑娘 撒谎是不对的 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情 我 我是这里的土地公公 这些天按你们所做的一切 全部都被我给看到了 小姑娘 听我一句劝 撒谎是不对的 及时收手吧 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 这些天 薯片每次都拿二十颗钻石 而我却只拿了十颗 如果我向灯灯姐姐坦白 说不定灯灯姐姐还会讲应我呢 将薯片的二十颗钻石 全都给我 嘿嘿 我真是个天才 灯灯姐姐 你说的没错 明天我都去跟灯灯姐姐道歉 揭穿薯片的谎言 灯灯姐姐 我又来了 这一次我又投进了十颗三分球 薯片厉害了 这是给你的 灯灯姐姐 薯片说谎 其实她一次都没投进去过 这些天 其实她都在骗你呢 薯片 真的是这样的吗 说谎可是不对的 我没有说谎 我真的投进去了 这到底谁在说谎呢 等等 这个简单 让薯片去投来 我们在旁边看结构 就知道谁在说谎咯 这个主意好 薯片 依你 走吧 薯片 你投了这么多次 一次都没有进去 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起 我的确说谎了 这是灯灯姐姐的钻石 剩下的全在妮妮那里 妮妮 原来你也参与了呀 快把钻石还给灯灯 我的钻石 想让灯灯姐姐给我奖励的 结果少安也没得到 你们犯错在先 但看在 你们能承认错误 知错能感 那走吧 我请你们去吃好吃的 耶 好吃的 完了 等等又要倒霉了 好 等下吧 谢谢观看